6月15日王思聪突然跟网红孙一宁一起上了热搜 据了解内幕的网友爆料 几个月前王思聪刷到孙一宁的直播 觉得他很漂亮 于是用吴亦凡这个名字给他刷了20万元礼物 但近日王思聪却突然翻脸 把孙一宁逼下了直播 6月15日一大早 孙一宁突然在直播嚎啕大哭 喊话王思聪不要逼他 还爱头王思聪大骂他是疯狗一条 更直接放狠话 你有本事让我死 没本事你就别 王思聪一连怒发好几条评论反击 直指孙一宁太能演戏 心里有大问题 又指他满嘴谎言是惯性骗子 在他面前装单身 转头去卖CP直播捞钱 王思聪还扬言要找一个公众号爆料 将公开前一后果包括和孙一宁聊天记录 6月15日下午 世界女主角孙一宁在账号猫咪的难过日常发布长文 赶在王思聪之前爆料 孙一宁自保被王思聪用各种套路追求 因为他畏惧王思聪 所以一直没有答应当对方女朋友 但王思聪追求不遂恼羞成怒 除了道德绑架他之外 还利用舆论的压力让他承受网报 本来以为王校长又亲自吹渣驴 没想到竟然是这么个反转 网友纷纷表示爆笑如雷了 没想到王思聪也有这一天 还称赞孙一宁太会骂人了